環保局長 下台 環保局長 下台 上百位居民集結在大理兒福館 拉起白布條大聲抗議 因為他們不滿市府環保局 偷偷將焚化廠焚燒後的飛灰 再到大理垃圾掩埋場堆滯 因此趁著市府召開 行動市府新政說明會的機會 要求環保局將這些飛灰全數清走 他們都不替我們想 比我們老人家的社會要怎樣 帶在我們兄弟 他們怎麼不替他們帶 因為我們有一間伴套處的人又大 我們比較乾淨 不要這樣無量無毒 要害怕就對了 對啊 要害怕 怎麼會害怕 我們的飛灰是要經過久化後 要很安全保存起來 讓它的毒性沒流出來 這樣是安全 他要用我們的大理圓埋場 用土把它帶掉 當地如果滷好 生好 把我們的飛灰滲透 把它的毒性摧發出來 環保局聲稱 這些飛灰所含戴奧辛 為0.6單位左右 低於管制標準的一單位 但地方認為長期放置在 垃圾場經酸與榮史 戴奧辛可能會累積超標 認為環保局說 飛灰無害根本是睜眼說瞎話 在一片抗議聲中 市長林佳龍也出面 揭下陳情書 與諾惠研拟合理的方案 一定要資訊透明化 這才能不能有任何按照 共同來搶市長 這個飛灰的固定物 現在全國大概都是 以一個月一次或者兩次 這樣的方式在做檢驗 那麼我們更加的嚴格 我們以後每週每個禮拜 來做檢測一次 那就是說一個月至少有四次 市府環保局進一步解釋 這些飛灰都已經固化 有害物質並不會融出 但仍會提升監控密度 同時也會監測這區域的地下水 希望可以降低居民的疑慮 接著來秋風台中採訪報導 我是東北中